血清样本中就是保证这个微低的那个发生数 这边现在基本上我们把这样一个就是稳定的标准体系应该还是做得比什么问题了吧 这里是成都高新区天府生命科技园的一间实验室 刘美博士后魏亮正和实验人员研究血清中的游离DNA 这是一项动态监测器官移植术后状态的技术 主要帮助移植患者在无创的条件下 实时监测移植器官是否出现排异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开发这套技术能够精准地来判断出移植术后受者这个血清中 它的共受者之间的它的这样一个游离DNA的这么一个差异 用新型的算法理念得到一个更加精准精细的一个评判的一个结果 来指导我们的临床医生 魏亮是一名熔飘 他带头研发的这项技术解决了移植领域术后管理的痛点 填补了该领域的一项医学空白 而他取得的巨大成功和他正生活的城市成都密不可分 我应该算是一个非常资格的荣飘了 我是1999年上大学的时候来到了成都 我在成都读过我的本科硕士博士十年 今年37岁的魏亮是西安人 从小就对自然界里的生物着迷的他 从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博士毕业后 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器官移植中心读博士后 参与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项目等重大工作 大家都知道斯坦福大学它是地处这个美国硅谷的核心地带 就是在那个地方的人呢特别是年轻人 脑袋里整天想就是我身上有什么样的技术 可以去改变世界 我也受这种思维的影响 希望通过我们的技术 为器官移植术后的健康管理 能够做一些有价值的一些应用和突破 在2013年的年底12月份 我就选择了回国 而回国如果要创业的话 显然成都就是我的最有优势的地方 怀揣着在器官移植领域做出贡献的愿景 魏亮回到了成都这座奠定了自己学术基础的城市 何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成都创办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 开启了他的荣漂生活 2015年的时候申报了我们成都高新区的 当时还叫高层次人才启动项目 我们的这个项目还得了第二名 一下子给我们资助了50万 真是雪中送炭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政府专业评判机构 对你项目的一种认可 我们就顺利的又与天使轮的这个投资方达成了一致 然后就快速的资金到位就进入了架构我们的实验室 全面的开展研发 申报专利 以及有了后续的这么一个动作 有了这50万的资助 魏亮仿佛拥有了施展才华的阶梯 短短几年 魏亮团队所研发的器官移植术后检测体系 获得了领域内该技术的首个国家发明专利 魏亮也先后荣获多项人才奖项和殊荣 抛开荣飘创业者这个身份 在学术领域拥有丰富知识积累和临床经验的魏亮 还有另一重身份 你这样改了没有 我看一下你序论 这样一个序论利润 你要是层层递进关系 是要去说一二三四五的关系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导师 是魏亮的另一面 作为一个公司的决策者 一个科研团队的带头人 魏亮每天的工作紧张忙碌 但每周的星期二 是他与学生们约定俗成的见面日 咱们研究生这三年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在成都十五年 从求学到创业再到授业 魏亮丰富充实的荣飘生活还在继续 他也将在这片创业热土上实现自己的宏图 我觉得求学成家立业三部人生最关键的三个元素 我觉得成都是我非常有缘的这么一个地方 在成都魏亮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三部曲 而这位刚落地成都一年的台湾荣飘 正在为他的立业奋进开拓 我叫李伟国来自宝岛台湾台北人 然后也是客家人 主要就是帮助两岸的青年 特别是台湾青年 如果想要到大陆来这边创新创业的 然后交流的实习的 我们都可以提供他保姆式的一个服务 这一层就是我们以熊猫打造的主题 因为本身熊猫它是国宝 李伟国也是一名80后 一年前他在成都创办了这家创业孵化器 眼前这位职业生涯规划师也来自台湾 正在向他了解台湾企业如何落地成都 像这个就是我们刚出的那个对台政策 它就是针对我们台湾青年如果来成都城华去这边落地的话 然后我们就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可以给予一些支持 然后本身还有城华去99条的政策 所以你要考虑一下整个来边落地公司 李伟国曾是台湾排名第二的高等学府成功大学的高材生 毕业后他在台湾从事了五年房地产工作 然而一心想要为自己的未来创造更多可能性的他 资深来到了大陆 那先是在北京 本身北京它是一线城市嘛 然后我们当时就已经站稳脚步之后 我们就想说要找一个就是 未来的增长性是更高的一些城市 我们就想说新一线城市之首 看了那个排名 然后成都市位居第一位 而且它本身又是西部地区 就是最大最重要的桥头堡 又有整个国家一带一路的一个战略 的一个风向球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那就跑来我们就跑到成都这边来 然后结果那个跟我们想象的差不多 而且反而更好 看中成都创新创业的活力 和良好的人才政策 李伟国在成都创办了中国西部地区 规模最大的两岸青年双创平台 专门帮助像他一样 希望成为荣飘的港澳台青年 以及海外侨胞在成都创业 我刚落地然后就是拜访当地的街道办 然后帮当地的什么一些经济科技局 然后一些台办的这些 对那他们其实都是很热情的 说你来欢迎你 然后帮你再去介绍一些相关的一些 一些的朋友啊领导啊 然后就是让就希望你就要留在这边 然后说你结婚了吗 然后就说啊那个成都姑娘不错 那个穿妹子 然后她就啪耳朵等等 就是她会希望你就是在这边能够定下来 不要再漂泊了 一年来李伟国和团队促成了1500多位台湾朋友 来成都进行友好交流 30多位台湾青年来成都实习就业 还帮助了40个创业团队在这里成功孵化 这也是我们这边的设计师王昭志 对王昭志 卢美文 卢美文他就是来成都这边考察 然后可能那边也会注册 然后你刚刚看的所有的空间都是昭志来设计的 哦真的吗 对对对对 他其实是他带他的他老婆一起成为龙飘 哦所以昭志现在就是 对就是落地在成都这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再好好请教一下 对啊晚上一起吃饭嘛 今天主要做两道台湾菜 两道四川菜 台湾菜会做 麻油鸡 还有烫青菜 那四川这边就会做比较有名的 麻婆豆腐 还有鱼香肉丝 咦 怎么会呢 希望让台湾来的朋友可以吃到家乡的味道 但是又可以品尝到四川这个比较火辣辣的生活 哇 这个看起来好像餐厅做的 对 无论是丰富多元的美食 还是闲适且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 都让这群远离家乡的台湾青年扎根成都 在这里找到了舒适的生活 据2019年2月最新发布的一份城市安居指数榜单显示 在中国35座大中城市中 成都排名首位 这让卢美文也向往成为一名荣飘 我觉得成都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地方 然后整个非常有生活气息 而且在这样舒适的生活气息底下 消费啊或者是整个市场可能性都非常非常的大的 那在生活品质很好的情况下 我觉得做创业啊或是就业 其实对青年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就准备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美文 谢谢 欢迎一起成为荣飘 安 成都是西安荣飘未亮心目中的第二故乡 也是台湾荣飘李伟国大展拳脚的机遇之城 自2017年7月 成都人才新政12条正式发布以来 成都已拥有近500万各类人才 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8人 有2123名国家省市高层次人才 131个国际顶尖团队 在这其中有36名荣飘创办或领办的18家科技型企业 成长为独角兽或准独角兽企业 成都活力十足的创业氛围 全面的人才政策 以及高品质的生活环境 将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到这里 在舒适的生活中创造美好未来 在舒适的生活中创造美好未来